今天是7月1日,公眾假期是星期一 今天來到郭金,準備搭船去平州行個圈 因為這輪天色不太好 行山後好像比較藝國,不斷走出來 看看外面剛剛太陽出來,很厚雲 有藍天底,但那邊都是灰色的天 攝錄是掛在頸上,可能走的時候有些廣洞的畫面 柴灣那邊還有烏雲密布 剛岸線碼頭,因為未夠時間,所以先慢慢走 現在時間是8點28分,是8點40分 這班船 8點31分,原來可以上船 這班船應該是8點40分 今早上水漲,也漲得好滿 今早水漲得好滿 整條橋板都平了 8點40分,準時開船 年船是310多人 每次都下船 超級340分 我都在1 1 2 2 3 急540分 我會在1 2 機 在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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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玫瑰的人,有一隻漁船 有三隻,還有一隻,四隻 那邊還有幾隻 有四隻,有四隻,可能在香港仔那邊過來 有四隻,有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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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面的浪漫很粗 很厲害,湧得多 船都放一放 看到海面,有些白頭浪 有四隻,有四隻 這隻8.8 班船到喜寧洲 不是很多班,只是幾班 剛剛到了喜寧洲 現在有陽光 現在有陽光 今天早上好風 剛剛來這隻街島,就是魚景灣那邊 在那邊 那自己看時間,如果要搭過去 就 在那裡 市政大樓 這座野 那旁邊就 平洲街市 那這裏的島民就在這裏 坐在那裡,吹一下水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這樣 怎麼這樣 現在不來做美? 對啊 那轉個溫 前面有一間海景 海鮮酒家 在這裏 這個島上只有兩間茶樓 但是 通常它很早收 早上開早些 五點多鐘便開 接著 兩點鐘至兩點半便關門 不會開夜市 因為晚上也沒有生意 人便少了 這間海景海鮮酒家 就是這裏 自己沖茶 街坊的地貓式茶樓 就是這樣 我們走向東灣那邊走 跟著海邊走 現在開始是否有船租的釣艇 這隻是不是釣艇 以前一直都沒有 這裏沒有釣艇租 對面就是大嶼山 來到這裏 反而天色好一點 感覺上 這裏屋邨的圓嶺仔 圓嶺仔 全部的屋是向海的 遠方咀 這邊就是煤窩的萬角咀 旁邊就是喜寧州 這裏 遠方三之鄉的南亞島 這個是象徵來的 是南亞島的 這裏屋邨 平州比較靜一點 沒有那麼多人來的 因為是十分細 而且呢 走的地方沒有什麼好走 所以舒服啊 沒有那麼多人 南灣新村 有那麼多屋都是租的 放租的 但是好像都沒有人租 這是兩層過的屋來的 這些都是小單位 應該是350尺而已 很小的這些釘屋來的 算不算呢 這裏有個牌寫著 去壽子山 去哪裏 如果去壽子山 鹹魚多香 吹來的味道 很多種啊 有雞龍倉 有些紅蠟 細卵之類 沒有人煮的 來的 我們又有一個公廁 那裏面有一些公廁 那裏面有很多公廁設施 這裡 很多公廁設施 不錯 一連串的蝦蚯草 已經是開花了 這裏沒有人來看 很敏感,這裏很敏感 一弄去,它就有什麼 多敏感? 排在這裏,才是這條路進去 因為很多地方,進到人家的地方是挖頭路 這條路是不通的 要慢慢摸索 那裏應該是挖頭路 右手邊這條鐵絲網側走 看看能不能走通 這間廢屋已經被樹包圍了 這間廢屋已經在裏面長了一棵樹 荒廢了 是 有鱷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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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讓進來 很多地方已經被你封住了自己 難住了 有鱷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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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通的 但是現在就圍住了 當作是私人地方 我們又去找其他地方走 想走手指山 不要走到這邊 這邊是很多路 本身是有路 但是已經被人 被人occupied 封了路 不讓你走 又說有鱷犬 又說閉路電視 變了 就不要走這邊 走到前面 那邊有正規路指著你上 你看過 尼仙地道 也沒有很多有路走 但是都封了 已經是這邊 來到這個牌子示牌 上手指山 由這裏上去 這裏打完一條路上 開始 少許斜坡上石屎路 不要走到前面 走到前面 那裏很多地方 有路走 但是被人封了 已經當去私家地 不能走 那跟著指示走 我們 手指山不是高的 其實只有95m 也不算山 就是山丘仔 其實基本來說 一個山的形成 或者一個地圈叫 應該到100m 基本都要最少 才可以叫山 除非你們本土人 都說 不要緊 10m 都可以叫山 當然 看你們怎樣稱呼 山 或者山幽 這裏 一旦是斜坡上去 應該很快就會到 這裏又有公尺 看這裏多少公尺 十分多公尺 來到這裏交叉位 那裏走哪裏呢 先看看 這裏應該是南安山頂 是一條新村 這裏已經看到半山景 從這裏上到來 望圖都不錯的 那裏應該我們 走到田方去 南山路上 应该就向最高位上就没错了 一路又撑着射波仔上 沿途左手边有绿色的栏杆 右手边的建筑是南湾山顶新村 这一带也是南湾山顶新村 这里很宁静 啊 马里的路爬到全身汗 已经出了汗 虽然有风 但是天气还是比较闷热 有点湿度变成这样的夏天 到现在这个高度 应该只有30米的位置 那手之山就有一段路 慢慢走 前方就开始上波了 南山路 南山路 走着这条位 这很多屋都是放盘放租的 那些人都不太适应这个环境 不知道 上完一段 开始有点要下波了 前面有个指示牌 前面有个指示牌 向右手指示牌 向右手边有手指示牌 和去银仔州 继续往前走 早晨早晨 早晨 右手边是这条家乐径 这条家乐径 那边是大窩的 那我们往前去 应该就往手指示牌 啊 舒服啊 舒服啊 那些假平婆 这些 假平婆 这些 有黄色的一只 好少啊 通常橙色多 那些果实 一粒粒的 这些有交叉口 那我们呢 靠着左边上 指示牌手指伸 那这边呢 去银仔的 这边就 就继续往上走 开始有梯急爬下 慢慢走有风的情况之下 都湿了 已经出汗了 已经有身 没问题 这个天气是比较闷热一点的 天气是 不辛苦啊 不过就出汗了 慢慢走 现在爬上手指山 看不到顶眼 一路上 不过 梯急都很矮的 OK啊 走下去都 有些树荫 两旁都 是这个时间 下午就不行 下午 晒头顶就热了 早点走 舒服很多 看路伸延上去上面 有樓梯级 到顶我们都 眨眼了 其实都不是很久 有樓梯级 好像很多梯级 其实都普通通 一人上几十米 已经见到三脚测量 这样停在前方 哇 很大的蜘蛛捆在刚刚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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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山 这里写标股95 其实是94 它计算高度 那条柱的高度 一米 所以变了95米 现在是手指山 这是亭州最高的地方 遮阴的亭 可以看看景色 但因为四周 都生了些树 在这里 前方看不到 后方反而我都看得到 对面就是余景湾 神学院 在这一带 上来反而 擋了些风 好像 最近做了三六零 看看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可以的 稳定的 好了 哎呦哎呦 上去先 今早就只有一塊石高一點 比這個最高位再高一點 這裏叫做 這裏最高位其實就是 高過那裏 是啊 這應該是東灣 下面有個灣 這裏看完全景 可以叫做哎呀 這裏有些少少的危險性 你下的時候應該要小心一點 哎呀 看著看著 哎呦 不要拿一邊 踩一邊 踩一邊 踩中間爐 小心點 慢慢下 吸一吸 如果平時有個湖 我就跪在那裏 跪在那裏 摸到那裏 摸到那裏 很難看 好了 我們就離開這個手指山了 拜拜 拜拜 由另外一邊下山 下山江仔 不要下山 這裏是佩水庫來的 頂 至少是一條路 走 swept the llama 從北野 是алистified 都會返回 了 這裏是勺油 unable 歙最重了 這個住衣服 筑油會 是咋的 有一个亭子在那里 先下去看看 应该要走上来的,估计要 多大只人变蜘蛛,很久没见了 是银周仔岛的亭是吗? 银周仔亭 这就是一个观景位 在这里看一些景,坐在这里休息一会 这里有一条分支路,在下面还有一个亭子 可以看到银周顶 有个小岛对外面,有个小岛就不下去了 下到又回来,没什么看 只是看银周顶 那我们先走上去 又上来的路口 刚刚去完银周仔亭 那我们继续下去 绕过这边 再绕去东湾那边走 在上面下到这里,有一个灭货棒 有些灭货棒在这里 这个山路仔 就可以在这里绕过去那边 去这个冲仔村那边方向 不用繞这么多圈 先走到这里 这边是一些 原刺的山路 濕一点的泥 暂时都OK的 这边有个牌,写着 杜伦码头 其实这里的家乐竞里已经接下来 继续走,沿着石斯路 刚才我们由这个右手边上山 上丑子山 这边是银周仔 刚才是这边上的 来回接驳位置,落一点点 接着穿越那边,右手边下去 东湾那边去 这个十字路口,我们转右 转右 下回去,这条呢就是 交流竞里也是仍然的 我们转右这边下,红色水龙头 在这边下 下来,这里是中湾 维仔村,这里也有公司 维仔街公司 前面有志士牌 写着去东湾 东湾那边 这些是碟豆花来的 为什么? 勉强,慢点就行,见到人 应该是夜山的,碟豆花 看,看,开花了 这里周边弄了很多 文庄式的店铺 这些是星期六日才多人 平时都很轻轻轻轻的 其实今天公司假期 但是今天少人进来 只能看到,没什么人 啊,来到这个大中国火柴厂了 来到这个大中国火柴厂了 这个陶渡啊 那我们先去东湾看 我们先去看看 美人学校 平州公立智人学校 那这边呢 就位平右耳 部屋 这是永冬街 啊,猛太阳 猛太阳啊 這裏有一間是龍聖縣 沙灘不適合游泳,這裏是來灣,很猛太陽 介紹了熱龍聖縣,其實是龍武廟 這裏都很久了,沒有人租出來賣出這裏 真是浪費了 東灣頭,有一個燒烤區 原來可以在這裏燒烤的 但沒有遮蓋,沒有染,很曬 在這裏燒烤,晚上,黃昏,或者是冬天 這裏燒也不錯 可以到這裏有刺激牌釣魚公觀景亭 我們到這裏去了 不知道這裏有陸仔入 右邊有發射站 去到這裏釣魚公觀景亭 現在越來越曬了 快要接近中午了 這裏羊長小徑正在走 看著去往觀景亭 前面右轉 石級上,不是右轉 應該是左轉 前面一個綠色蘭河 看看怎樣 這裏有石級上的 他說右轉,右轉變成這裏去 我們嘗試游這個石級上去 這裏是電台支站 那裏繼續上 這裏有條路分岔路 這裏是家樂經 它指往大農村 這裏有條路去 這裏有條路去 這裏是家樂經 這裏有條路去 這裏有三角七樑 符名平洲 不知是怎樣 這裏是46m高 这里走 有条分叉路 这里我们应该由左边去 接着往发射站和钓鱼工景亭 这里很大树林 遮光太阳 这里是发射站 我们去到下面 来到钓鱼工的观景台 各位 下面是钓鱼工石 这里平鱼劲 一路会出到大利桥那边 下面是钓鱼工石 不过刚刚在这个小石后面的钓鱼工石 遮了 沿着海旁步道正在走 顶鱼径 我们走完了 然后到大利桥 对面是大利岛 过了桥之后就是 舒服舒服 全都在这里 这里也不阻碍人的 可以放在一边 12点正 又出回来码头了 那我们今早 在这个平州外围绕了一个圈 刚刚一个圈 用了两个多钟头 接近三个钟头的时间 因为又慢慢走 拍摄相片 可以的 里面也不要走 里面真的比较稠 而且没有什么好看 我们只要来行山 拍摄相片 少不可时间 好了 今天的行程都完毕了 拜拜